从今天开始为大家介绍全新的设计工具叫做Freemer 好的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网站 这个网站在浏览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交互 以及非常细腻的一些动画 我们在鼠标划过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 包括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有一个类似于这样滚动的动画 那么当我们鼠标往上滚的时候 它的导航还会出来 然后它是有一个模糊效果的 并且在我们继续浏览页面的时候 它的入场都非常的有趣 这个网站就是我做的 然后在设计这个网站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设计了这样的效果 当我们的用户使用更窄的浏览器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会发生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的网站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端 那在移动端的效果中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稍后去体验一下 它也是有很好的这种体验的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网站 其实还有很多 但是在现在的当今的世界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网站 都很有趣 然后他们也可以在手机 以及不同的这种设备中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那这就是现代网站了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网站设计中 有一个概念 叫做Zero Code Website 就是我们零代码 那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因为在过去的我们的一种记忆中 网站的完成是需要设计师 以及产品经理 以及程序员Coder 还有就是测试人员完成的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一个studio 或者说我们是一个individual 我们是一个个人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 比如说我设计师 那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网站 怎么办呢 那这时呢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工具 比如像今天介绍的Framer 像Vax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样的工具 它都是这个Zero Code Web Builder 就是一个零代码的网站的工具 那有了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生成自己的网站 有了网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很多作品放在里面 给其他的这个包括HR 或者是一些我们的客户看的时候 就更加的方便 那现在给大家看到网站都比较丰富 我们可以看它跟我刚才完成的网站一样 都有复杂的交互 但是这些网站全部是由Framer生成的 它并不是就是这个需要大量的团队去完成的 它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网站 从设计到开发都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使用Framer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使用很多的有趣的交互 以及它的功能 比如说留言呀 比如说这种博客呀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很有趣的是吧 这个工具 相信大家已经跃跃欲试了 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访问Framer的网站 就是Framer.com 那进入这个网站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也是由Framer做的 那Framer也是由Framer做的 是一个挺拗口的话 是吧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Start for free today 就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免费使用它了 那这是它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去跟其他人进行联动的 比较像这个Figma 是吧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呢 其实对现在的设计师来说非常友好 它跟Figma还是很像的啊 在这边呢 有一些位置的参数 这边有一些layout的这种选项 然后就是有这个effects和style 就是它的一个特效 以及它的一个这种风格化的设置 这跟Figma基本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您有Figma经验的话 使用它是非常简单的 那正中间是我们的一个画面了 同时可以看到 就是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大公司 现在正在使用它 我为什么推荐Framer呢 其实因为也是因为它在这个 我们不同的国家的速度都很快 而且呢 它这个公司呢 迭代的速度也很快 它有很多的新的功能 这一点呢 是我比较满意的 在同类的工具中呢 我认为Framer做的比较好 而且最早呢 它是做这个交互出身的 就是它是做这种animation 或者是这种interaction的一个软件 那现在变成了一个web builder 但是它都是非常出色的 它的特点呢 就是说它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 有一个零距离的协作 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Figma 对它进行一个零距离的合作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使用它的一个CMS 就是它的一个内容管理器 然后呢 它的这个layout也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是我认为 Framer最好的地方 那相信有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 那我集中回答一下 那比如说 最令大家 这个觉得有点纠结的 就是这个价格了 那价格来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了 那在最基础的版本 就是free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不花一分钱 去使用一个网站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网站 做得越来越大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比较贵的这个版本 那这里有一些参数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不要钱的版本 跟这个最贵的版本的差距呢 就体现在这些数值里面 比如说它的这个带宽 这里是带宽 然后它的这个visitors 就是它的一个 就是可以浏览的用户 这是一千一天 这里在basic里面就是一万 这个一万人一天 然后pro就是这个20万吧 enterprise就是它一个企业用户 就是可以去自定义了 那下面还有就是一些上传的文件的 这个size 那除了pro以外 基本都是5MB 然后就是一些功能上面 比如说在free版本里面 只有一个CMS 就是一个内容管理器 什么是内容管理器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建一个博客 可以通过更新内容 不更新不同的页面 就可以完成一个信息的集合 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个blog 去更新我的旅游频道 但是如果我还要一个频道 比如说读书频道呢 我就必须付费才可以了 因为在这个免费版本里 只有一个CMS 但是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标签 这样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很多的这个内容 作为一个区别了 是吧 好的 这是它的一个价格 我还是建议在使用任何工具的时候 先用好了 然后再去付钱 那下面呢 就是它的一些社区了 然后以及这个Larry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设计师 用Framer去完成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参考 看看他们能实现什么 所以呢 再次强调 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编程 我们也不需要第二个人 只有您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网站的设计了 好 嗯 那这就是Framer的一个情况 在Framer注册以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登陆界面中的New Project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新建一个全新的网站了 那这个网站呢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双击给它命名 比如说叫My Site 那这是我们网站的名字 在这个界面中呢 中间是我们的一个网站的页面 很令人激动 选中它的话呢 就可以去看到它的宽度高度 以及它的背景颜色 那么当我们添加一些网站的元素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网站中预览到它的一个效果了 在这里有添加的一个模板可以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样式 这个在我们之后的这个内容中呢 会给大家介绍到 然后呢 这里呢是一个Frame Frame相当于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容器 那它也是可以在这边修改它的背景颜色的 如果您之前玩过Figma的话 相信您一定会非常熟悉的 它的填充啊 包括它的圆角啊 都是跟Figma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点击我们的播放 就可以实时的去预览我们的网站了 那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网站 现在是一片空白 那么为什么我还不开始设计我们的网站呢 是因为我们有更方便的方法 可以直接在Figma中完成网站的设计 好 这里呢 是我已经设计好了一个网站 这里的网页的它的一个布局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给大家简单的重复一下 这个设计的方式啊 首先在Figma中呢 我们按一下F 然后这里的宽度呢 我之前用的是1600 在这里也可以使用1600 然后呢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东西 在Figma中呢 它有两个对齐的方式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容器 然后里面啊 我们设计一个绿色的圆吧 比如说它是一个绿色的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方形 方形比如说是蓝色的好了 嗯 然后还可以是一个 哦 刚才是三角形 还可以来一个方形啊 那这个方形我们也随便改一个颜色 那当我们这个尺寸 就是我们这个界面的尺寸拉伸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改变它们三个的位置的啊 但是其实我希望圆在中间 那么在这个Constjoint 可以理解为一个限制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调整成Center 这样的话在它界面变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重新定义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是什么呢 它的位置就是Center啊 就是它的一个中心的意思是吧 那这个方块呢 我希望它呢是在右边的啊 所以这样给它的一个Right 那现在在拉伸的时候呢 它们三个的位置就会重新定义 这个方块呢 会根据它右边的边距去定义它的位置 圆会根据两边的位置去定义它的位置 三角会根据它左边的位置去定义它的位置啊 非常有意思是吧 那当我们上下拉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们三个都设置成一个Center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这么玩了 当然除了这个Center跟Left-Right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Left-Right 还有一个Scale 那Left-Right跟Scale呢都基本类似 就是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拉长我们的这个元素啊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Figma中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的知识 就是它的一个定位啊 因为在网站中呢 我们想做一个responsive的一个网页 就是它不管屏幕会缩放放大啊 都会适应我们的屏幕 那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点啊 那另外一个啊 需要给大家去讲的一个知识呢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Figma的定位 叫做Auto Layout 当我们给到Auto Layout的时候呢 它就会改变它现在的布局啊 我们现在给它的高跟宽都设置成一样啊 然后在这个Auto Layout里面呢 就没有Left-Right了是吧 你看没有了 只有在这个没有Auto Layout的普通布局中 元素才有这个Constrians 那在这里怎么变成我们刚才想要的这个效果呢 你看怎么变成这个效果呢 啊也是可以的啊 在重新定义布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它的这个Auto Layout啊 增加一些就是它的一个定位 比如说现在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定位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们两个元素呢 去修改 比如说这个叫Fuel Container啊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宽度变长的时候呢 它们要填充整个的布局啊 虽然它不像我们刚才的Left and Right 这样的啊这个这个这个模式呢 但是它呢如果作为一个网站的布局的话啊 也是一个很好用的布局 是吧就比如说我们左右是两两个啊 两两个这个Column啊是两个蓝 那它呢需要填充整个的布局啊 啊那如何让它也像我们上面的这个元件一样 就是它左右是可以去伸展的呢 啊这个是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呃把它的这个布局啊 调整 不要这个Fuel Container了 就是一个Fixed West啊 就是一个固定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啊 就是在这个Auto Layout这里呢 啊给它这个更改一下 它的一个布局的方式 现在呢就OK了啊 就是我们就是可以这个去啊 让它去自适应啊 那这两个关键的点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做Construents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Auto Layout 这两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啊 它们的一个布局的形式 好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理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去看待我们的网站了 啊那首先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站呢 是一个普通的布局啊 啊没关系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我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我们先按照普通的布局来做 那这个是1600 我们的高度呢设置成了980 980 然后我们给它对齐 那这样的页面在放大的时候 它就不会跟着我们走 是吧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就按照普通布局的话 我会给它改成一个 呃 left and right 啊这样的话 当它页面放大的时候就会跟着走了 啊 但是有可能我不想这么做啊 有可能我现在有三个不同的屏幕 那我给它一个auto layout 然后它的间距全是零 那这样当我们在新增屏幕的时候呢 它就不用我们再手动调整高度了 它就会跟着我们走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啊 那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页面放大的时候 它就不跟我们走了 怎么办呢 还记得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 在宽度里有一个叫fuel container 就是说让它填充整个的容器 那这样当我们放大缩小的时候 它就会跟着我们走了啊 那我们现在把第一个屏呢 啊填充成一张图片 哎就变成一个banner了啊 那下面的第二个屏幕呢 我们直接复制好了 就是因为在它的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普通的页面 就是这里面的元件呢 不是out to layout 而是普通的这个construents啊 那这里呢我给设置成了center 当页面发生啊我们的拉伸的时候呢 它就要在中间待着啊 所以我们就是设置了一个这个center的布局啊 这里呢我可以再来一个 呃再来一个space嗯 好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明白 我是怎么完成这个网站设计的 是吧那整个这些文字呢 都用到了我们的这个两种啊布局 一个是out to layout 一个是一个是construents 那这个呢这三个文字呢 用的是一个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out to layout 是吧 然后这个out to layout里面呢 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fuel container 当我们页面变大的时候呢 它还会在中间 很好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布局形式 然后去交替 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页面了啊 在这个页面中呢 我给大家就是一步一步的完成吧 首先背景颜色改成了黑色 然后我们有个巨大的英文啊 这个英文是可以动的 就是在之后的这个framer里面呢 我们会给它设计成 让它这个左右去移动 然后呢我们给它了一些这个out to layout的选项 这个out to layout呢 就是呃 每一条是一个单独的文字 在之后呢 我们会让它做一个howard的效果 就是它会慢慢的变颜色 然后在最底下呢 我们会放一张图片 但是这个图片呢 是根据我们howard时候呢 它会去呃更换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先不做了 直接放过来就好了 如果您想删除某个元件的话 直接删除就OK了 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用的是一个out to layout 比如说我们这里刚才写的是呃 随便写一个吧 嗯 然后在下面呢 同样我们用到了一个黑色 然后呢 我们用到了一个呃 一个填充 这个填充呢 在里面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呃 left and right的一个排版 我们现在来复制一下 left and right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小小的圆角 这样的话 当我们的页面变大的时候呢 哎 它也会跟着变大 这就是我们说的responsive的一个design啊 就是它是一个响应式的布局 响应式就是说 我不管呃 我们在用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去浏览 那我都会给你一个很好的体验 在下面呢 呃 是一个很长的页面啊 这个页面我放了三张图片和一个文字 在浏览的时候我希望文字是不动的 然后呢 它们三个是动起来的 所以这里呢 我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 我们最新的这个模块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呃 没有用980的一个高度的 为什么我没有用980呢 原因是因为呢 在这里呢 呃 我希望它能够再screw 再滚一会儿啊 其他的页面呢 都是一屏的结束 一屏的结束的 在这个页面呢 我希望它是呃 用户能够滚一会儿啊 但是它不会切换其他的画面 所以它比别的画面要高一些啊 这个呢 我还是直接贴一个图片好了 好的啊 这里可以改成center啊 之前做的也是有一点点小问题啊 没关系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就是啊 时间啊 就是我们呃 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啊 啊 timeline啊 时间轴 然后下面呢 是四个模块 每个模块呢 找了一张图片啊 然后呢 去配了一些文字 这里还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也是 out to layout啊 如果您觉得out to layout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construents 不好理解的话 没关系 我们啊 在我们频道放了一些费个码的视频的教程啊 我们可以去啊 浏览一下 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那现在当我们改变我们的页面宽度的时候 整体的元件呢都会跟着去啊 重新做定位啊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了啊 希望大家已经理解了我是怎么完成这个网页的设计的 好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在我们的插件里面去搜索 framer 有一个插件叫做Figma to HTML with Framer 啊 就是它 点击 哦 我们要先选中这个画面 然后我们啊 再点击 好了 现在呢 它的显示在coping啊 130 layers 就是我们复制了130个涂层 就完事了啊 在我们的framer页面里面呢 我们把它的 呃 这个 中间的小方块选中 然后直接Ctrl V就好了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但是等待绝对是值得的 好 我们的网站已经完整的被贴过来了 现在只需要我们把宽度改成1600 高度呢 我们啊 因为网站的这个内容很多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这个fit content fit content有点像outlayout 就是不管你里面的内容有多长 我外面的容器就保持一致 就包裹着它啊 包裹着内容 所以叫fit content啊 我们点击一下 完成 恭喜各位 我们的网站已经变成一个啊 可以活着的网站了啊 live website 现在当我们浏览的时候呢 就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个网站的效果了 是不是很amazing 啊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实的网站了 太好了 那不仅如此 我们现在就可以发布 虽然我没有在这个项目中付钱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使用这个网站 啊 这是freemer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点击一下update 然后就现在变成updated了 就是我们已经更新了 这是我们的网址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网站了 点击一下 哦 天呐 我们的网站已经诞生了 太棒了 因为我们没有付款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啊 但是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在我们演示的时候 有个小标签 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这一个小广告 嗯 那这个网站已经呈现了 但是他现在还不会动 我们要慢慢的让他学会 怎么样去让他啊 做一些交互 好的 啊 但是这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第一步已经做得很好了啊 给大家鼓掌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网站的名字叫myfreemer site 我不想要这个 我想要 比如说叫叫mysite 可以吗 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个 呃 他的一个小齿轮图标中 setting啊 点击 然后这里可以改成 比如说叫mysite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写一下 关于我们网站的呃 description 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介绍 呃 experience designer 然后在下面呢可以上传一些图片 这些图片呢 他会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 这些呢会出现在google的啊 search engine里面 就是搜索引擎里面 好 我们现在点下save 然后呢更新一下这个网站 update 就可以了 再次刷新我们的网址啊 可以看一下 哎 网站的名字就被我们修改掉了 是不是很厉害 嗯 很好 我们的网站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么下面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怎么样去让它变得啊 生动起来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导航的啊 这个导航呢 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freamer直接做 可能更方便一些啊 好 我们开动吧 呃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在这个layers里面呢 把每一屏幕都啊 非常好的去重命名了啊 比如说 这个 呃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screen啊 我们可以叫 screen1 然后这个是screen2 screen3 screen4 screen5 screen6 然后下面呢 是有些名字 其实我可以在啊 Figma中直接去重命名 但是我当时比较懒 所以就没有啊 那现在我们都给它重命名 好的 那就是我们有 一共有7 就是一共有7个屏幕 然后还有一个footer 嗯 呃 这上面还有一个容器 那这个容器可以不要吧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去remove 嗯 这样就好了哈 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哎 怎么中间有一个白色的空间呢 没关系 我们去检查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整个的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里呢有个gap啊 它就像autolayout一样 就是在我们autolayout的 呃 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设置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元素哈 那我们给它整体加入一个autolayout 这时呢它就有一个边距 我们现在改成1010px 然后这里呢就有一个 呃 这叫gap啊 就是它们中间的一个间距了 那在我们的framer也是有一样的操作的啊 我们把这个啊 它里面的autolayout啊 我们给改成 0 0 然后背景的style 我们可以改成黑色啊 这样的话我们的网站就更完美了哈 哈哈 做了一些小小的清理工作 好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继续把导航做上来吧 导航的话呢 它需要一直在网站之上是吧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加入一个frame 我们在这里啊 大概是这么长吧 这一个啊 我们的导航 嗯 然后导航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别的颜色 比如说现在用红色好了 等会儿再去修改它的具体的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圆角 圆角我希望大一些 好的啊 那现在它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啊 可以给它一个这个fixed fixed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元件 那这里呢有四个概念 分别是avlust就是它的一个绝对 啊relative就是相对 然后fixed就是它的一个固定 sticky就是啊它会跟着啊 这是四个不同的翻译 我们用这个fixed就可以让它固定在这里 那同样呢固定的时候呢 它根据谁来固定呢 在这里呢会有四个小小的亮点 如果我们同时激活左右就是 left and right的一个固定 这是在figma中我们介绍了 那如果取消只固定我们的 right的话呢 它就会一直跟着右边去走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背景颜色改成白色 现在去啊我们去publish一下啊 去发布一下 好的那在整个网站中呢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个啊导航的这个小方块就已经固定在这里了 但是它有点大啊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小 所以我们给它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去预览的话 它的尺寸就还不错了 是吧就一直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希望呢 它是有一个啊 这种这种模糊的啊 这种啊高丝模糊 这种毛玻璃啊 就blur 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怎么办呢 我们在style里呢 没有找到啊 这有编剧啊 有这个描边啊 圆角啊 但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个毛玻璃 没关系 点一下style的加号 看一下 这里呢也会有一些功能啊 在这里有个filters里面呢 有一个background blur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了 点击就会添加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background blur加大一些 还是没有啊 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透明度减小一些啊 这时我们再去预览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呢 它有一些改变了 当我们移动到一些物体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的这种模糊了哈 没关系 我们现在再重新修改一下 把它的一个blur的一个状态打大 可以去改一下颜色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试一下把它改成80 这个改满 好了 现在毛玻璃已经做好了 就是它不是说我们要给它调整 它的一个整体不透明度 而是颜色的不透明度 我们这里呢 由80再给它改成60 就是刚才有点太不透明了 现在就好了 现在比较完美了哈 好的啊 那这是我们导航了 那导航的话 其实会有一些文字的啊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些文本 第一个是home 然后是比如说works 然后about me 之后我们可以再去修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contact us 好 我们把它们呢 全部选中 然后可以去重新设置他们的字体 字体里面呢 其实它已经给了很多的字体了 我们都可以使用 颜色我们选择一个白色 然后整体呢 我希望还是像这个Figma中的autolayout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它一个layout 它不叫auto layout 它叫layout 然后我们去给它的这个gap增加一下 是不是就很好了 现在啊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让它再大一些 嗯 好的 现在就比较OK了 是不是还挺不错的 有成就感了哈 好 我们继续让这个网站变得更加的鲜活哈 那在这个图片中呢 其实我们感觉它是挺好看的 但是它只有一张图啊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让它动起来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首先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insert里面呢 找到一些就已经做好的这种组件 然后去修改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 carsle试一下 insert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放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第一屏下边 然后我们的尺寸是1600乘以980 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写1600 它又是固定的了 所以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相对的布局 就是relative 宽度是100 这样当我们的页面变长的时候 它仍然是100% 就是占满整个的位置 然后高度可以改成980 在这里呢 980呢 也不一定就是正好我们的一屏的位置 在Figma中我们希望用980来代替 实际上我们要使用的是一个叫viewport的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屏的空间 我们在这里也改成viewport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这里呢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carsle 指向我们的banner 就ok了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在指向之后呢 我们这里呢 发现它有一个gap 我们把这个gap改成0 然后padding也改成0 就ok了 它左右会多出来一个arrow 一个小箭头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可以点击的 但它现在它右边是空的 这里我们也要去给它进行一下设置 这个怎么解决呢 我们可以在sizing里面 把wess改成stretch 这样就是当我们的宽度超过它的画面的时候 它就去拉伸它 然后我们就可以左右切换了 是不是很完美啊 那不管我们有几个图片 我们都可以让它去轮播 然后我们现在的导航位置也可以再调整一下 去把它更接近顶部 好我们现在就可以轮播到它了 然后呢 我们的页面就比较的完美了 希望您喜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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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